大家好,俄罗斯国防部的新闻处周三证实 俄罗斯空天军和中国的空军战略轰炸机 在日本海和中国的东海上空进行了联合巡逻 俄罗斯国防部的通告证说 2022年的11月30号 俄罗斯空天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在亚太地区进行了再一次的联合空中巡逻 俄罗斯空天军的图95MC战略导弹载体 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轰6K轰炸机 组成了空中小组 在日本海和中国东海水域上空进行了空中巡逻 通告中称 历史上第一次在联合空中巡逻中 俄罗斯飞机完成了在中国机场的降落 而中国飞机则完成了俄罗斯机场的降落 俄罗斯战略飞机飞行了约8小时 俄罗斯空天军的苏30M和苏35C战机进行了半飞 俄罗斯国防部强调 俄中军方在亚太地区的联合空中巡逻 不针对第三国 此外消息还强调在联合巡逻期间 俄罗斯和中国飞机根据国际法行动 没有侵犯他国领空 那么日本防卫省也证实 周三两架中国人民解放军轰6战机 上午在日本海上空飞行 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紧急升空 日本防卫省联合幕僚监部周三发布消息 中国两架轰6轰炸机当天上午 经对马海峡从东海飞至日本海上空 大约同时属于俄罗斯的两架航机 也在日本海上空飞行 四架军机均向北移动朝大陆方向飞行 日本航空作卫队战机紧急升空应对 负责该空与警戒与监视任务 日本防卫省正分析行动的意图 目前已知解放军的军机 以及疑似俄罗斯的军机未进入日本领空 中俄轰炸机曾在今年的5月 从日本海往东海编队飞行 当时日本政府通过外交管道 向中国以及俄罗斯表达了严重的疑虑 此外日本共同社也报道 鉴于美国国防部长有关中国军事动向的年度报告中 对攻打台湾表示警惕 日本防卫省长官松野博一 中国的军事行动动向成为包括我国在内的 地区国际社会安全保障上的严重关键事项 松野博一强调将呼吁中方提高国防政策与军力的透明度 遵守国际行为准则 关于中国的军事动向 松野博一表示 在国防费大幅增加的比例下 以核与导弹战力以及海上航空战力 周三 美国国防部的一名高级官员 在公布该部门对中国军事力量评估报告时表示 美国预计中国将继续对台湾采取更激进的行动 自美国中原议长佩洛西今年8月访问台湾以后 中国更具挑衅性的行动已成为新常态 这边按照惯例来要求匿名的官员对记者表示 中国在这个自治岛屿周围开展了更多的海军行动和入侵 入侵性空中活动 显然是为了恐吓台湾领导人 这一活动包括跨越台湾海峡与中国大陆之间非正式的中间线 美国军方的官员表示 美国没有看到即将发生攻击的迹象 但仍然认为中国希望至少在27年之前拥有武统台湾的能力 这使中国到49年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军队 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 自佩洛西8月份访问中国以来 中国还没有恢复到较低水平的空中和海上的入侵行动 这标志着中国对台湾的侵略性和不安全行为 已经进入了新常态 该官员还提出 这可能会导致类似2001年4月1号的南海撞击事件 美中两军机在南海靠近海南岛上空发生了相撞事故 当时两国陷入了外交僵局 美国国防部对中国军事实力的评估报告称 除了这些持续的风险以外 中国可能对台湾发动一系列军事行动 其可能性和相关风险程度各不相同 这些选择可能包括从空中海上封锁到全面的两栖入侵 以及夺取占领台湾的一些外岛或整个台湾岛 那么五甲大楼周二向国会提交了一份 关于中国军力现状及全球野心的年度报告 报告的关键内容就是基于上述观点 报告称中国可能考虑将柬埔寨 缅甸、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塞兰卡、阿联酋、肯尼亚、赛什尔、唐三尼亚、安格拉、塔吉克斯坦 作为军事后勤设施的地点 报告还确定了柬埔寨云阳海军基地的一个军事设施 将成为中国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 美国总统拜登本月早些时候对中国军方可能在柬埔寨进行的活动表示担忧 该报告进一步强调美国普遍感到不安的是 中国不断扩大的海陆空三维一体的核打击能力 吴甲道楼表示去年以来中国很可能加速了核扩张 有望在2035年之前积累约1500枚核弹头 目前估计约为400枚 到2030年为1000枚 中国并正在发展新的太空作战能力 如地基的激光设施 太空机器人 以及更好的监视能力 该报告表示 2021年中国继续为固体燃料 洲际弹道弹弹建造三个发射井 计划至少拥有300个新的发射井 尽管中国一直在扩大核武库 但其核武库仍然将远远落后于美国 目前美国拥有3750枚核弹 那么今天台湾方面也证实 上午发布的台海周边海空域动态 自昨日上午6点到今日下午的6点 台湾方面征获解放军军机13架次 解放军的军舰3艘 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 其中三架次的军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 解放军进入台湾西南空域的军机分别为两架次的殲-11战机 一架次的BZK-005无人机 这次中国解放军的轰-6战机非常罕见的降落在俄罗斯的机场 俄罗斯的295M战略轰炸机也降落在中国的机场 实际上是明显的警告美国 未来中国如果发动武统台湾 俄罗斯会支持中国出兵武统 俄罗斯甚至会出兵 也就是说俄罗斯会动用途丘武 在东北亚地区帮助中国巡航 特别是在朝鲜半岛方向牵制日军 牵制日本以及美国驻日基地的相关的美军 那也说俄罗斯公开支持中国武统 这也就是我前面节目说过 中国获得了武统台湾的一个战略窗口 所以台湾人要看清楚现在 实际上背后指的是美国 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不断的挤压俄罗斯 那么俄罗斯现在也准备在东北亚地区支持中国 帮助中国武统 今天中国前国家主义江泽民的逝世 大家知道江泽民曾经在96年 在台海进行大公共军事演习 而且江泽民还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但你可以看现在习近平执政 习近平从来没有说放弃使用武力 这是一个巨大变化 这就是我说的习近平实际上已经准备好武统台湾了 中国也绝对不会放弃武统 另外江泽民那个时代对台湾还抱有一丝幻想 认为台湾还有中国人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你现在你望眼台湾 你去台湾 所有中国人你去台湾 你看看哪还有中国人 字是中国的 说的话是中国的 但是都不是中国 所有的说着中国话 吃着中餐的 所有都希望中国人死绝了 一提到中国 气不打一路出来 你们中国怎么怎么样 你们中国滚出去 这是我们台湾不是中国 说着中国话 吃着中餐 让中国人死绝了 你会发现非常奇怪 你会发现非常奇怪 你认为他们还是中国人吗 我从来不认为他们还是中国人了 这也就是我说过 中国越往后 越不会把台湾当成中国人 那未来对待台湾 只有武力统一一条路 所以武统才是解决台湾的 你的唯一出路 大家有兴趣去台湾 可以自己亲身感受一下 你就会觉得非常魔幻 在台湾你就会觉得非常魔幻现实 吃着中餐 跟你讲什么杭州菜 绍兴菜 就不说是中国菜 说着中文 北京话 是不是 中国人死绝了 我们不是中国人 很奇怪 就希望你中国人死绝了 所有台湾人 想尽一切办法 黑大陆 配合着美国 阻碍中国发展 到了美国还说自己是中国人呢 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教你中餐 教你中文 特别奇怪 教你算卦 周易 周公解梦 还给你解梦呢 在美国 离开中国文化 你看台湾人还是啥 什么都不是 他不能离开中国文化 但是他就反中 反中 这就是我说魔幻现实 所以我从来不把台湾人当是中国人 那你可以想象未来 你的下一代 中国人的下一代 谁还把台湾人当成中国人 那未来解决台问题呢 只有动武 只有出兵 这就是台湾问题的现实 那既然动武越早动武越好 而且现在中国已经获得了武统台湾的一个窗口 俄罗斯公开支持中国 那现在看历史已经到了这个节点 中国已经积极的准备好武统台湾了 包括现在的国际形势 中国国内的情况 大家其实都明白 武统台湾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你记得中俄联合演习 中国和俄罗斯这么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 剑指台湾非常明显了 就是要给美国看了 在东北亚地区 你美国积极的挑动两岸对立 在欧洲积极的围堵俄罗斯 中国俄罗斯一定会反击的 所以这点看台湾会非常危险 包括台湾的陆委会 包括台湾的军方现在也承认 密切关注 为什么要密切关注 解放军要来了吗 今天就讲这些 现在实际上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而且中国国内政治更加复杂 权力的移交已经开始 到明年三月份之前 中国发生什么都可能 就算明天中国发动武统 我都不会觉得奇怪